大家好 我是Tim哥 好耶 我們家開箱鋼彈喔 當然不是啦 只是我因為我剛拿到 導演 你真的拍電太辛苦了 老闆送你 還好 那送你雷姆給我一碼 我也還好 哎呀 你要看雷姆 這個愛好者說對不起 雷姆喜歡者 現在就可以按退戰了 欸 退戰是我耶 雷姆才是最正的 我們今天是要拍一個很酷的軟體教學 進階用法 好啦 我們今天來教學 因為今天雷姆呢 胸有成竹的 早上6點就敲我說 來 今天晚上拍片 我說拍什麼片 拍了你就知道 早上6點是因為剛好傳給你 然後吃完早上就睡覺了 剛忙完 好 那我們要教什麼 今天是教大家算是Android的技巧 Enjoy小技巧 你是Enjoy用貨人一定要看 那我想要問你一件事情 我們公司誰是攏緣 每個人存在都有意義 都是有必要性的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是攏緣的 為什麼要問這個 因為我怕你教完以後 你會覺得我用不到 永遠拜拜 為了讓你的工作效率提高 那也可以讓你更藍 我會覺得這樣 這也不錯喔 第一個其實非常強喔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很大的限制 因為第一個這功能是微軟出的 微軟出的 是微軟出Android手機的連接功能 它只有部分三星的手機 跟微軟的自家手機 目前有支援 其他就沒有 手機要跟它連接 要有QR Code 連接完之後 它其實就不用特別處理了 在Wi-Fi或是遠端都可以 然後它有什麼功能 第一個在電腦上面 直接看你的訊息 像這是檢訊 哎唷 可以耶 然後你在這邊也可以直接寫 寫檢訊 還有玉山銀行 你是不是沒付錢 喔不是 條例更新 訊息可以看 而且你不用特別同步 它就直接連你手機裡面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你也可以看來電 就是你可以這邊直接透過它 直接播電話 我覺得不是很特別有用 然後我們講比較實用的好了 相片 但它這邊其實就是 你看這就直接傳 你看感覺會胖胖肥肥的 肥胖 肥胖 還有加貓咪 貓咪 你看小橘在鼓鼓箱 然後你要傳照片到電腦裡面 就是一樣透過拖拉方式 你直接把它拉到你左邊上來 就直接複製上來 喔 然後我要跟大家說是另外一個 再來是它 提醒你的功能 就是通知的功能 像什麼LINE訊息啊 然後APP的通知 它上面有跟你的訊息通知欄同步 對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你知道這個東西最強是什麼 你發現它上面有一個應用程式 有耶 這裡 對 那這樣是怎麼樣 我秀給你看 假設好 有些程式它沒有 好我首先Facebook我應該可以看吧 Twitter不能看 Twitter只能看 王阿達 可是我怕開箱阿達的 一分鐘的Twitter的手機 我到底都是馬賽克 就是要這樣 喔OK 但是我手機上應用程式 喔有耶真的有 喔Facebook 這邊會應該會有 欸有耶 然後我左邊上的東西 是我手機應用程式 叫我前面這樣顯示 欸 還不止喔 可以怎樣 然後如果我要用什麼 好像我們有什麼應用程式 Eeway爆關我會用嘛對不對 對 Eeway不是也沒有電腦版嗎 對 你看我按起來看Eeway 然後我Facebook沒有 我Facebook沒有關喔 Eeway就是常常我們有寄東西 海關那邊都要我們在那邊 做申請相關的一些 我會再隨便開 死明治什麼的 開個應用程式 我開個隨便好了 好UberE好 好UberE 你有注意到我三個應用程式 在這在Windows的桌面上 我想開 唉唷 欸這可以耶 這可以耶 欸這可很酷 我們看下一個 好來第二個第二個 欸剛剛那招真的超棒的欸 可是他真的是 我們認識那麼久 你都沒跟我講 我今天也是有十勾本啦 我也有用三千的折疊機能 怎麼這麼說 欸可是我貼懂是用Mac 好啦下一個爛 是狗粉啦 但是老實說這點真的有缺點 這要怪為軟 就是他支援手機品牌真的太少了 可是他可能是要蠻深度的客製 這叫AirJoy這個軟體 嗯認真說我是有付連費的 但大家可以考慮先不要付連費 付費跟沒付費差在哪 付費的進階功能 我記得相機的遠端有空調 再來就是如果你是要遠端連線 例如你今天手機放家裡 對 然後電腦帶出來要連線 可是我覺得這樣使用情況比較少 對很少 所以因為取網路不用錢 再來就是設備的數量有限 所以其實老實說 大部分的用途 我覺得好用功能 大部分是沒有限制的 OK 然後我覺得大家先 你就先下載回來 先用看看 先試試看 那你用法很簡單 你安裝好之後 然後你就打開它的官網 叫就是Web.AirJoy打給它 然後看到QR Code 或是用Google就可以連線 你今天打開瀏覽器之後 它上面會顯示你的 這邊會有一個桌面端 網頁端桌面端的連線 然後它上面就會跟你說 你要打來 它會給你一個IP 就是你自己內網的IP 對 那其實你就可以 就直接打開你的瀏覽器 然後你就打那個IP 它就會寫出來 有點像是一個桌面端 跟剛剛的超方式比較不一樣 它有點像是網頁或NAS的介面 其實我們現在看的這個畫面 已經是連結成功了 連結成功了 它就像開個網頁一樣 但是你這網頁的畫面 你在疊你的照片類 裡面就是你的手機裡面的相片 再給大家看一下臭流胖宅 臭流胖宅在哪裡 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正妹 你看流胖幹嘛 喔對 哈哈哈哈 幹嘛 去我家趁吃飯 然後它還有一些額外供應 這邊一樣有手機的概覽 你可以看手機的資訊 然後如果它存文件開什麼檔案 應用都可以直接拖到這邊按照 然後這邊甚至你裝 像我們剛不是有簡訊嗎 它也有 它叫消息嘛 都一樣的 有沒有 對 然後說公文其實是非常完整 是影片 你要用鈴聲這邊可以做 欸相機呢 你開相機呢 OK 我先說另外一個 你應用程式在 你如果在手機上面比較難管理 在這邊刪圖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批次管理 唉唷 這也不錯 這個是不是要付費還是免費 這邊都是免費的 然後你再來就是 你的相機有介紹付費 因為我現在已經付費了 所以 來確定一下 我們來拍你的鋼蛋 現場喔 我們現場拍喔 這是即時的 很即時喔 對 你有沒有看到 欸可以耶 你有沒有看到 直接搖空 就非常方便啦 然後這個功能 像我介紹給你之後 其實你要臨時要把 電腦call你手機裡面檔案出來 你是不是連床間都不用 對 而且你剛好注意到一個嘛 不用線 它是用瀏覽器的 你就是用在Mac上面嘛 對阿 因為你自己用Mac要call Android 檔案出來有點 有點麻煩 對 但是這個方式完全沒有這個困擾 然後我剛剛講說 相片打開要 你要call出來要放進去 就一樣用上傳一樣用頭打 就可以完成了 證明上面都有上傳都有下載 好 因為這招我會了 大家會嗎 我們來看第三招 來第三招 好第三招 其實我就是想要復刻Airdrop Airdrop 因為Airdrop真的很方便 對 Windows它其實有一個 出的叫Near by Sherry 但是你沒發現 你這個名字是不是跟Android長得很像 對 那兩個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真的假的 就是跟Android的臨近分享 那我就不一樣 對 所以Windows的臨近分享 只能分享Windows Android的臨近分享 只能分享Android 我後來就想想 該不會有開發者會想 用軟體方式解決吧 對 所以真的有 簡單講就是 安卓上面安裝應用程式 它可以模擬 Windows的臨近分享 哦 所以你把這個Windows 你現在一樣 Windows 10 Windows 11 你把那個控制台開出來之後 你把臨近分享控制 讓它打開 打開 然後接著開你安裝這個青紅層 像我這次 我用的是叫Near by Sherry 然後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好幾個應用程式 這個真的是我試用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看到它們常常更新 然後你可以用一般分享的方式 或是你直接選檔案方式也可以 就是選 舉例來講 我隨便選一個 直接選薯條照片 是嗎 我照片 然後它就列出桌機了 請看 像我這個 它有列出桌機說 欸 你們還有別台有支援 我按就傳播 沒心沒心 不然我自己也好 像我這個MSI的筆電碼 點進去 它就直接這邊會接收 而且這方式是 它是直接用Windows內建的功能去做傳送的 所以你Windows是不需要另外安裝應用程式的 反過來是你只要應用程式打開的時候 你在Windows上面選擇傳送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你在手機的介面 就可以傳進來 然後它也支援就是你從一般的檔案 像說你從媒體裡面 然後選擇分享 分享 你的應用程式裡面就會有可以選擇 你要分享到什麼應用程式 這裡像Shin2Windows10 它就列出來就可以做傳送 就能夠 喔 這也不錯 這也不錯 好 今天先來阿輝 這三招 我個人覺得第一招其實是有手機型號限制 但是第二三招其實是比較沒有 其實如果全部翻用的話 應該是AirZoe也是最萬用的 就是第二招 就是我們剛剛再設第二招 我其實另外剛剛也沒有講 就是你如果Windows你要裝應用程式的話也有 它裝應用程式好處是它傳檔案速度會比較快 OK 然後接檔案比較快 但是就是反而其實我覺得 其實Duck不必裝應用程式 OK 你就是直接用軟體開 像甚至你用Mac電腦也沒有問題 OK 對 中間其實是Windows用戶很方便 但是Mac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的 好喔 我今天原本以為你要來教三星 我們要給它改機 這個好多喔 我還想要講哪一個 喔 真的喔 Duck那個 好啦 大家先在下面留言教完 順便訂閱一些廖偉頻道喔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喔 幹嘛 幹嘛 Herman